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我们会有很多庆祝的活动 也准备向美国社会、美国人民 更多地讲述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我觉得这100年来历史已经证明 中国共产党始终本着为人民服务 人民利益至上的这样一个初心 它的宗旨始终是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 在国际上我们打出的旗帜 是习主席提出来的 要构建人民命运共同体 这实际上也是把全人类 世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正是因为这样 这个党100年来始终保持了 跟人民的血弱联系 得到人民非常广泛 非常坚定的支持 这个现实 只要是抱有客观态度的人 都应该看到 我觉得美国有些人 他之所以对中国共产党 这样抹黑攻击 甚至企图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 不见得是他真的不了解 中国共产党这百年的奋斗时 不见得是真的不了解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 在人民当中所享受的这种威望和支持 恐怕正是因为他们有所了解 他们才真正害怕 中文明的关系 希望大家可以听见 这种威望和支持 我们可以听见 来自宅的威望和支持 与党在日本的决定 就是要做的 那种威望和支持 并非支持